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最近很多粉丝问我,刹车油到底多少公里换 今天我就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刹车油到底多少公里需要换 现在网上有一些车评人和一些号称专件的人都在给大家说这个刹车油的问题 说刹车油是我们刹车系统中用来传递动力的 它有不被压缩的特性 因为刹车油是一种含醇物质和我们普通的润滑油不一样 醇这种东西具有一定的吸水性 所以说刹车油主要的更换指标就是含水量 当含水量大于2%的时候,它的费点会降低 所以这个时候刹车油就要更换 因为我们长时间使用刹车的时候 刹车盘和刹车片产生摩擦,产生热量 我们的刹车前里面的刹车油就会跟着升温 温度超过费点以后,里面的水分就会气化,产生气阻 因为空气是会被压缩的 这个时候我们刹车系统的性能就会下降 甚至严重呢,我们刹车系统就会失灵 这话说的也没有多大问题 但是呢,他们建议大家两年或者四万公里更换刹车油 这我就有点听不过去了 所以说,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试验 咱们看一看,刹车油超过两年四万公里 到底它的含水量如何,到底用不用换 好,咱们去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小韩现在手里拿的呢 就是一只专门用来检测刹车油含水量的一个测试比 它上面如果小于2%就显示OK 就是证明这个刹车油的含水量正常 我们先看一下这辆07年跑了19万公里的桑塔纳3000 公里数是19万 客户说呢,它这个车刹车油只在三年六万公里的时候 在塞列店换过 接下来呢,一直都没有更换 我们先测一下它这个刹车油的含水量 先看一下刹车油的颜色 它这个颜色比较黑 好,我们检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含水量小于1% 证明呢,含水量正常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辆车 这辆车呢,是小韩自己的车 现在跑了七年11万公里 刹车油小韩也是一直没有换过 我们把盖子打开 把滤网拿出来 好,我们检测一下 也是小于1% 在OK界面 证明它这个含水量也是正常 好,刚才小韩做这个测试呢 大家已经看到 这两辆车的行驶公里数和使用年限 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年四万公里 它们的刹车油含水量呢 也没有超标 在正常范围内 所以说大家不要在网上相信一些车评人 或者是一些号称专家的人 建议大家两年四万公里更换刹车油 完全没有必要 那么为什么一些赛车店或者是厂家建议大家两年三万公里更换刹车油呢 因为厂家不可能把真实的刹车油使用寿命告诉你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用车环境不一样 可能有些人的用车环境比较潮湿 行驶的路况也比较恶劣 如果厂家告诉你 这个刹车油可以用十万公里 那么你如果没有达到十万公里 因为刹车油出现了其他的故障 那么厂家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它只会告诉你提前 不会告诉你正常的刹车油使用寿命 那么这个两年四万公里啊 不管你是行驶的什么路况 你的环境多么的潮湿 这个刹车油都不会有问题 那么我们刹车油到底什么时候更换 我建议大家 在行驶四年八万公里以后 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刹车油的颜色 如果只是发黄没有发黑 你就可以不用去换它 如果发黑以后 我建议大家把刹车油给更换了 因为这个时候 不管它的含水量有没有超标 它已经变质 会对我们的刹车系统的零部件产生腐蚀 我们的刹车性能也会下降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的刹车油就需要更换了 小韩还是那句话 车是为我们服务的 不要让它给我们的生活增加烦恼 今天就和大家说这么多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请给小韩点点赞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用车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给小韩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